其實覺得很悶 另外,李家超今天有口癢 他今天是星期二 星期二就是行政長官的記者會 其實以往我不一定要說 但他今天說的話實在太好笑了 首先他一定要回應 經貿辦法案通過經貿辦認證法 李家超慣性一定是戰狼上身 又罵人 又罵美國人 這個法案是可恥醜陋的 政治手段 又譴責他們 又是這句話 又譴責美國眾議院 利用法案來詆毀國安法 我為了詆毀國安法 所以我就要搞這個經貿辦認證法 亡所不用其極 真是亡能夠 郭鳳兒就駁斥了你 有沒有看的 人家就說 我用什麼詆毀 我直斥其非 你國安法做一些搞屎垃圾的 那些髒骯髒手段 是不是打壓異己 這個撕毀一國 這個撕毀 不是撕毀中英聯合聲明 甚至是撕毀這個 基本法 是直斥其非 我用什麼專門去搞經貿辦認證法 來詆毀你 你李家超 而且認證法 只不過是逐約的過程 你有本事 你交到文件 是沒有問題的 你李家超 這個都不是他交 這個是國務院交 美國國務院交 是美國國務院 去負責去認證 究竟是否值得 在香港有這個外交豁免權 我覺得是沒有的 那你國務院做這些事情 出來之前 當然是叫梅如帥和李家超 談談他的 他最好笑 他就是這句說話 李家超 針對這個 經貿辦認證法的提問 李家超反駁 美國有嚴國 又有國安法 還可以 美國佬很狡惑 美國佬在經濟處於下風的時候 就會借國安為名 來攻擊那些競爭者 特別是中國和香港 真是 就是說 現在 他搞這個經貿辦認證法 因為不教你鬥 他處於下風 是不是這麼好笑 如果 美國佬是處於下風 你就不用求別人 去賣晶片給你 傻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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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你又是說那些東西 又是人欲錄音機來的 人家已經駁斥了 不知多少次了 過去十年 在香港的貿易裡面 賺了很多錢 是美國佬賺錢 人家不想賺錢 可以嗎 用你操心嗎 傻瓜 十年賺了二千七百五 一十五億 賺 賺 是不是送的 神經病 貿易的東西 有來有往的 人家賺錢 你有沒有收到應得的服務 你有沒有收到貨品 你送給他的嗎 你送錢給人用嗎 你一定要光顧別人 有些東西是 而且不是你 是大陸佬要透過香港去買 是吧 你就覺得 好像就是說 我過往是你恩主來的 是吧 你現在恩張仇報 我是恩客來的 是吧 一夜夫妻八二元 又是大約這幾種邏輯 是吧 什麼 這個 這麼大的貿易亦差 有錢賺你不賺 你真是傻 那人家傻又怎樣 趨脹嗎 但自從亞洲也都說 很多中國 不是 香港買的東西回來 現在開始是半導體 嗯 那那些怎麼算呢 那些你不光顧別人 不行 你求別人去買給你 是吧 你不是送錢給人用啊 傻佬 是 法案是損害正常的貿易關係 人家立得這場法 人家立出這個法的話 就預了 不用你操心了 是吧 嗯 又說很多海外公司 就在香港設立的業務 包括美國公司 今年首個月 首七個月 已經推廣處 已經幫了350幾家 非本地公司 在香港設立 和擴展原本 關人家什麼事呢 你自己都會說 美國現在的排名 他說他現在是第三的 是排第三的 現在美國的公司是越來越少的 你看一下 美國駐香港公司 這就是看光傳媒的報導 其實是最好的 光傳媒這裡 英國公司 相對去年來算的話 至少10% 英美 英美至少少10% 中資都少 總部 那些什麼東西 那些什麼 辦事處才多 其實是 地區總部是最值錢 請最多人的 那你就是看一下 你經常說 那些公司多了 2020年 去到2023年 當地辦事處 在香港的辦事處 是多了的 是吧 五千零四十二個 是多了三百間 但是你的總部 是越來越少的嘛 七頭 從15間 到1336間 地區辦事處 地區辦事處 次一等的 就是整個亞洲 只有你香港這個地方 才有做辦事處 那你這個 都已經是越來越少的 你現在就是說 你現在開的小店 是越來越多 是吧 就是做的 魚毛蝦仔生意 就越來越多 就是講這些 你見到他就是這樣 千方百計 去 把它 怎麼去潤飾 怎麼去 自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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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染人耳目 做一些掩眼法 被人覺得跟訴訟很好看 其實那些也是骯髒伎倆 告訴別人什麼 执十間開十六間 我們就一早踢爆 還在利用這些文字掩眼法 去騙人 這個政府 你不要被人煽動仇恨你 不是仇恨 是鄙視你 是看你不起 李家超 警察政府這班賊頭鞋 你是不懂得管的 彭定康上個星期就說了 香港是一個這麼複雜的現代城市 這班警察 尤其現在這個特首 是不懂得管的 他是不懂經濟的 那沒辦法 你就是在騙人 用這些掩眼法 你問 他們本身就是2019年鎮壓香港抗爭的得益者 你問他們 我們一向都說 最厲害的AO 最厲害的官政客 全部都是財金出身的 現在在香港 我們以往認知 財金厲害的人去哪一島 你現在還在說 人家處於下風 美國人處於下風 就乘機搞狗你 就才搞狗你 因為不夠打 所以出茅招 在香港的零售市場 美國就真的在下風 因為你大陸人傾銷 你打死了 你大陸人 你淘寶 就打死了香港的那些小店 真的很好笑 真的 喂 你現在反而 找鏡照一下你自己 你處於什麼上風 你那些地區總部 一年少過一年 不要說外資公司 你那些吉舖一年多過一年 現在不是說 東升西降是說吉舖 吉舖就越來越多 多過人 東升西降 那數字 你看到Facebook也是 大家都看什麼 湯文亮 李根興 天天越講越瘋 為什麼呢 湯文亮的頭髮還傻 說人家杜小月 杜小月在香港開店 台灣杜小月在香港開店 因為看香港人不起 人家要節衣縮食才要杜小月 喂 只是在那裡捉自失 在那裡玩小學雞捉自失 然後覺得寸倒人 就覺得自己很厲害 尖尖自喜 這些就叫尖尖自喜 這些人 真是好可笑 笑你都廢咎時 但是 又不能當看不到 以前這些流羅 你看不到他 就當廢咎 是不是 這個世界這麼多刺頭 哪有這麼空去理他 但問題就是 你又不能看不到他 因為這個刺頭 現在正在做特首 李家超 不是湯文亮 是啊 湯文亮那些 還要是博士 什麼收租經濟 騙人在那裡 上方設法 在那裡捉自失 在那裡擦鞋 是 在那裡擦鞋 你有資格擦鞋 人嗎 是吧 就是我 臉皮會 上一口才能說得出 你搞糟我 經濟 經濟 就是因為你處於下風 是吧 喂 這些哪裏說得出的 你真的 完全沒有自知之明 李家超 那些 就是湯文亮後群的患者 就是發現全世界都不理他的時候 他才走去瘋狂 只是一種風善的 就是 還有這件事 就是你現在就是講這些 經濟學人的智庫 他今年又寫白皮書 他那個智庫 他又間不中 他就會做一個白皮書 去分析宏觀 宏觀經濟的事情 的影響 國家事務 和行業趨勢 這些就是整天 誇誇其談 就是自己在說什麼觸盤大企 那些人要看的資訊 他最新的一個白皮書 就是在講 主要是集中講 亞洲金融中心的變化 變化 變化 那個變化是怎樣 是變好還是變壞 香港是處於什麼地方 哪些市場會脫盈榮而出 現在就是敲定了一件事 新加坡正在準備 迎接股市復數 而香港呢 就叫退居而善 這個叫東江西聲 這個就是 他就會預料 有更加多金融業務公司 會遷往新加坡和新興市 金融中心 香港退居二線都是暫時的 香港甚至乎會退居三線四線 是會被大陸爬頭 只要你香港和大陸是沒有分別的話 你是二線都不如 你看上海的那個集資額 香港是多少倍 你憑什麼這麼貴租呢 憑什麼呢 經常說一國兩制有優勢 不斷地磨蝕這些優勢 現在他就在裡面說了 是中國持續打壓香港商業樞樓的角色 才讓新加坡從中得益 是因為你香港自費武功 才令到新加坡有機可食 不是說新加坡特別厲害 是因為香港自今墮落 是因為你中共打壓香港這個地方 將香港廢武功 很多人都在留言 新加坡一樣 新加坡的股票市場是需要貼地的 一直都是橫行的 是 如果一個人 新加坡其實 如果你說進步 他當然有進步的 但不是說特別厲害 說真的 純粹是因為香港墮落 新加坡是做資產管理 是做基金 又或者是做外匯強 嗯 你香港一個國安法不夠 還要23條 23條不夠 還要搞多個網安法 是嗎 嚇走所有外資為止 我就是說 習近平是對香港有仇的 真的 如果不是你解釋不到 是嗎 嗯 就是這個是 那這些是浪費糕氣 大陸自己都不行 三頭馬車的數據又放緩了 現在 因為三頭馬車就是大陸三頭馬車 什麼出口內需和投資 全部都放緩 現在 本身 你講的iBank 就不是我們這些台 這些網台 他們真的估計中國經濟的增長 一向他們都是看鬆一點的 尤其是大摩 是嗎 但是現在 北約而同 三間大行 都調低了那個經濟增長 不僅止不到5 4.9不保 不是4.6就4.7 甚至乎比多他 是不是 現在是 我就覺得補不到4 如果你說實際 經濟增長 都說了 以前的日本傳媒都說 其實不是4不4的問題 少於5本身就已經等於經濟衰退 其實如果你說在胡錦濤年代 是少了8已經仆街了 已經是 因為很多經濟增長 是國家拉動的 即是國家不拉動的時候 你就看看 究竟民間經濟 它有多麼緩弱 是民間經濟不行 才需要國家隊出力 但你胡溫末期已經是說國進民退 然後你習近平上台 就跟李克強一起 就去說新常態 就是中等速度的經濟增長 什麼叫中等速度 就是補5 就是民間經濟 當你被國企打倒之後 就是靠國企自己去拉 所以才說國企會收 為甚麼要保持 起碼要有5 因為他們計算過的數 是要這個經濟增長 要5以上 才能夠吸納新的大學畢業生 嗯 所以陪家超走下坡 就是哪個奔奔湯 中國畢業的李嘉 中學畢業 中國畢業 中國畢業那個是鄧炳強 他也有大學畢業的 是呀 鄧炳強那個是 是這個 浦東幹部學校畢業 所以是中國畢業 OK 好了 那回頭 轉個畫面過來 香港這些越講越喪氣